欢迎收看新闻大紧密 我是王李宗燕 为您揭开密心 104年3月 在桃园发生一起女子坠楼命案 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因为死者家属抛出了诸多的疑点 让人不禁联想起 在2013年曾经占据过 国际新闻版面的 华裔女子南可尔 诚实在美国洛杉矶酒店水塔的命案 美国南可尔命案诡绝离奇 而发生在台湾桃园的 这一起坠楼命案 同样有着会声会影的揣测 一个外形亮丽 在酒店工作的余姓女子 从酒店所在的大楼六楼 坠落天井身亡 事发之前的监视器画面 清楚地拍下 喝了酒的她 突然站起来 表情怪异地打着赤脚 就往外头走 在走廊上稍作停顿时 从她神情看来 前方似乎有人在呼唤 让她又摇摇晃晃地 迈开步伐 消失在监视器画面当中 没多久 就从废弃的天井坠落 她的母亲说 女儿有洁癖 不太可能就这样打赤脚 往脏乱的楼梯间走去 还自己钻进了漆黑的空间 怀疑这案情并不单纯 但事实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谁看都觉得奇怪 几乎不可能的事 因为光是你的肩膀 就一定会打到 自己进去 我觉得不可能 凌晨2点06分 26岁的余姓女子 从酒店休息室 沙发站了起来 神情恍惚 没穿鞋子就往外走 同事经过 还觉得怪怪地 回头看了她一眼 穿着小礼服 步伐满山 劈头散发 往脏乱的楼梯间走去 突然急步向前 消失在画面拍不到的楼梯间 喝完酒后 从休息室走路 警方言判是意外衰落 但有意识走路 怎么会无法分辨 废弃天井 而堆放垃圾的脏乱楼梯间 女子又怎么会打赤脚走路 她超洁癖的 她的东西都还在这 她怎么有可能 她在家里她也不曾打过 赤脚走路 是他们酒店里的垃圾 不要的东西 很多啦 她都是堆在这的 那个楼梯是超级脏的 那个一般人不会去走那边 最楼楼梯口 那个货梯就是 早期要掉过物品 那个通风口那边 是没有监视器的 在这个拍不到的楼梯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属看着警偶的画面 越看越怀疑 从沙发起身到转出休息室 中间间隔了25秒 这空白的25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那时候手扶在这 她有可能是胃痛 酒店自己讲 没有灯没有监视器 刚好是死角 你就是要把当天的影像 你要完整的 他们都已经是剪接过的了 剪接过的才给我们 出消息是2点06分52秒 一出去却跳到07分17秒 中间不连贯的25秒 会是关键吗 家属执意了说 那个大楼监视器有剪接的部分 经过我们警方勘察 没有这个情形 实际上那个监视器 是连续的画面 再看看女子身上的衣服 前后也变得不一样 被推进医院时 身上穿着热裤和小可爱 但事发时穿的衣服已经不同 2点06分 他还穿着那一件衣服 可是他送到圣保路医院 他就不是那一件衣服 是只剩下我们女生的安全裤 跟一件小上衣 那衣服呢 死人还会自己换衣服 原来衣服不是被换掉 而是医护人员为了急救 才将小礼服剪破 但家属心中的疑惑 不止这桩 应该是有人跟他约在这 他才会在这边 你又暗暗的 你怎么会看得到阶梯 一阶一阶的 然后去走到那个洞 你都是暗的了 你怎么会知道 那边有一个洞呢 怎么会那么刚好 就从那个洞掉下去 应该是 就是熟悉那环境的人 才会跟他约在 本方向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边等着他 到底是怎么摔的 偏偏楼梯间是个监视器漏洞 没画面 没真相 家属认为当中一定有隐气 原本在台北酒店上班的 余姓女子 今年三月初 特别来到桃园 最佳店来支援 想不到她第一次来到这边 就从六楼高的地方 坠落到这个位置 伤众不幸丧命 当天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又碰到了什么人 镜头外拍不到坠落处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可能走这边 你们平常出路 另外一个楼梯吗 他们出来不是都走正门吗 坠落地点平常不会有人来 这里也是俗称猫洞的通风口 但一个女孩子 又怎么会自己进入通风口内 选择了左边这条 不长使用的楼梯 往下到六楼平台 接着就从这150乘以100公分的洞口 离其坠楼 我发现那个洞算矮 不算是高 因为我站起来都比他高了 即使说我今天被门 不小心弄下去的话 那是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的事 因为光是你的肩膀 就一定会打到的 天井的洞口相当隐秘 从监视器拍不到地方还原 走进安全门后 得在昏暗光线下 走下楼梯 拐个弯下到六楼楼梯平台 往左手边钻 才可能坠落 本着一路走来 大约30公尺的途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相信说她是自己不小心 都弄掉了 除非她有外力介入 一定是有人熟悉那个环境的人 你看我女儿从包厢走出来 其实她是在哭的状态 而且那小姐不是都有回 有没有 就稍微这样看我女儿 她是哭着我一进来休息室 直觉就是暗示 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 还有死者手上戴的表 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个手表竟然是完好的 连碰撞连什么都没有 真的都没有 她的手表是停在3点05分 那监视器是不是在2点06分 就没有了嘛 就没有荧幕了嘛 殡葬业者还给家属的死者手表 时间停在3点05分 最后身影2点06分 相差了这一个小时 家属认为死者可能碰到了什么事 有没有可能当天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倒是有的 因为你想她就是去到一个不熟的环境这样子 或者是人家要叫她出场她不要 在那个洞地上是有那玻璃碎片 那我女儿她是打刺脚 为什么她的脚底都没有伤口 爬进昏暗天井 家属认为太反常 怀疑是别人叫她到天井前 加上死者项链只有罪事被找到 让他们认为会不会是死前和某人拉扯时被扯掉的 经过访谈之后目前是还没有发现就是说有可以的地方 于妈妈不放弃决定自己重回现场找线索 没想到就在一片凌乱的杂物中 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名片夹和一双写手套 这场梦让她回到现场捡到名片夹 里头的证件是个房仲 她会知道真相吗 差不多四年前的时候 跟朋友去过那个99号男人的地下午厅 而且那个皮脚好像很久了很烂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质疑的一个问题 所以跟那个死者是完全不认识的 我跟他完全是不认识的 四年前调的名片夹 碰巧在这个时间点被找到 证实他和这楼案没有关系 携手套也只是医护人员急救时留下来的 线索断了 这时家人想起热情找死者来桃源支援的酒店经纪人 手机对话记录录录下 一对当酒店经纪人的情侣热情邀约死者到桃源店 女方敲定时间 男方来接人 没想到约好的当天 死者到了 但女经纪却说临时有事 根本不在桃源 皮包里该有的酬劳没拿到 甚至人不见了 朋友急着找 酒店经纪人没找就立刻回讯息 应该是回宿舍了 事发之后 酒店经纪人到派出所做笔录 不愿多做表示 而人好端端的突然坠落 是自己不小心 会有意识的意外 还是有人从后方推他 对一切讲求证据至上的见识人员 能从科学的角度找到蛛丝马迹吗 一般我们的案件来讲 大概都范围都是直接就可以 从坠落点就可以看到 这个遗体坠落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坠落的地方 到看遗体所在的位置 合理性 当时那个女子看起来 应该是属于有喝一点酒 酒醉的状态 我不相信说酒醉 因为酒醉 他们的营业是在六楼 他们的七楼才是休息室 那你说一个九岁的人 你看他在那个走道 在门口的时候 他走路很稳 是不是有人跟他到这个点 那如果说他一个人到这个点 他自为掉下来 就是坠落了这个情况 他的心理状况其实很难 很难去判断 有六年酒店资历的死者 离奇坠落天际 一切来得太突然 家属心里还垫挂着 深浅的约定 心会痛 然后想说 一个好好的人 然后就这样不清不楚 然后不明不白 然后他本来演笑 要回来陪我的 就被他们叫下去讨演 然后就这样 就当天下去 就当天就没了 我妹妹她的个性 她是我们家就是 其实我觉得她不太可能 因为她的个性 她很柔很柔的一个女孩子 一段摸不着头绪的监视器 引发心中一连串问号 恐怕得等警方 完整的报告出炉 才会有头绪 发生坠楼意外之后 警方会调阅监视器 来重新建构出死者路线 借此厘清她 在这段过程中 是否有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 而这些人事物 又跟坠楼原因是否相关 余姓女子才刚到新环境上班 她真的会一个人乱走乱逛 以至于发生意外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余姓女子当时已经略带酒意 无法精准掌握周遭情况 所以才会不慎在陌生的大楼里头 失足坠落 监视器画面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跟她互动 事实的真相 就只能仰赖检警单位的继续调查 休息一下 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起 女学生坠楼案 同样跟南可尔事件扯上边 因为监视器画面还原 女学生沿途没有跟人互动 神情却像是身旁有别人 而出事的地点不是陌生环境 而是她自己住的社区大楼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坠楼遗云还有发生在 102年的7月30号 桃园杨姓少女坠楼命案 16岁杨姓少女出事当天 在自家门口监视器被拍到 她出门时脚步轻快 但是回程路上步伐明显变慢 还一度转头查看 似乎有人在跟着她 奇怪的是 到了家中一楼的电梯门口 却又突然回头 往另外一头的楼梯口张望 时间长达三秒钟 而这也是她生前 所留下的最后影像 杨姓少女失踪一天之后 隔天下午被发现 陈属在大楼旁的空地 原本警警调查 朝向自杀来侦办 但是杨妈妈早上的法医高大成 从陈属的位置 跳楼前的鞋印 以及少女身上的抓痕 都发现有诸多的疑点 到底少女在这段 消失的时间里头 发生了什么事 杨妈妈口中的人究竟是谁 答案似乎陷入胶着 回到案发当天 从监视器画面中 清楚看见杨姓少女 在上午9点6分步出家门 当时脚步轻快 不过回程时 她的步伐不知为何明显迟疑 杨姓少女当时在回家路上 就在这个位置稍微愁愁了一下 紧接着她走回到她居住的社区大楼 然后就在电梯外头 留下了她身前的最后影像 少女走进电梯前 突然间停下脚步 转头往斜对角一望 似乎有什么状况 吸引她的注意 准备要再去Seven买东西的时候 而在电梯口就遇到坏人 但调诡的是 当天所有影像 都只有杨姓少女艺人 到底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杨妈妈完全没有头绪 只知道从这一刻开始 她失去综艺 我在中午12点多的时候 我要问她 有没有出去吃午餐之类的 结果我怎么打电话 室内电话 传LINE都没有接 没有乙毒 我就紧张了 隔了一天 杨姓少女在隔壁大楼旁的空地 被找到了 但却已经成了冰冷遗体 法医现场勘验 认为杨姓少女是从六楼高处 持水果刀坠楼 不过怎么坠楼 为何坠楼 监禁多方采政研派 认为杨姓少女是自杀 杨姓少女生前 似乎为情所困 多次向男网友透露寻死念头 母亲也发现 她在学校和同学相处 不太愉快 加上杨妈妈向警方报案时 曾表示女儿有自杀倾向 浮出台面的种种证据 都将杨姓少女之死 指向一种可能性自杀 不过看似单纯案情的背后 却藏着无数个问号 原本向警方报案时 杨妈妈称女儿有亲身念头 但之后却翻供 强调杨姓少女个性开朗 绝对不可能想不开 因为我们报案有 那个24小时的限制 可是她当天失踪又未满 我急于寻找小孩 所以我只有缓报说 她前一天就失踪了 然后我想要赶快知道 她的讯号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也只能说 她可能有想不开亲身之类的话 那传给男网友的亲身讯息 又该如何解释呢 青春期的小孩 我们自己有年轻过 本来就是会讲一些 就是会比较负面的想法 有时候情绪一来 也会这样子 是杨妈妈伤心过度 不能接受女儿死讯吗 或是杨姓少女之死 真的另有隐情 杨姓少女失踪的关键点 就在搭乘电梯 回到三楼家门口 对面邻居说 听到她和某人 在楼梯间跟指的声音 听到她女儿讲说 你要干嘛 然后后来想说 她跟谁讲话 蛮大声的声音 我是觉得奇怪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跑来跑去 清楚听见争吵声 但邻居出门查看时 楼梯间空无一人 只看见手扶梯 仿佛遭到强烈撞击 不断摇晃 到底杨姓少女和谁在争吵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杨妈妈怀疑 就是这段消失的时间 将杨姓少女逼上绝路 回到事发第一现场 社区的六楼顶楼 杨姓少女为何会上顶楼 是真的想不开亲身吗 还是后面有藏尽人在追她吗 她就是可能被逼到这个柱子这边来 所以才会这里有她的血印 从这边坠楼下去的 为了证明女儿绝对不是自杀 杨妈妈东奔西跑 终于找出更多关键性证据 绝不离生的紫水晶项链 为何会整齐的摆放在出事地点 还有少女临死前站在水管上的血印 为何是脚跟朝内反向坠楼 一个个解不开的谜团 让整起案件更加突朔迷离 她的血印是脚尖朝里面 脚跟朝外那个墙面的 等于是背向着这边的 从证据厘清案情 杨妈妈为了解开心中疑惑 找上法医高大成 我们要跳楼是面对建筑物 要跳那个地方要跳的 她不是 她是背对建筑物倒下哪条 这个机会很少 是不是少女不敢往下看 所以选择反向跳楼亲生 高大成持保留态度 但最让她感到纳闷的是 阳性少女的城市地点跟位置 都不像是自杀跳楼 法医研判从这样的高度自杀 坠楼她的合理城市位置 应该是距离墙面2.2公尺 也就是差不多是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但是阳性少女她城市的地方 确实在距离墙面3.6公尺 足足多了1.4公尺 因此格外齐着移动 超围远了一点点 一般六楼是差不多六三公尺 会有这种情况 应该就是被人家推下去的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主要是她坠楼的时候 她的身体是跟这个建筑屋层平行 躺在草地上模拟当时状况 高大成从现场勘验寻找蛛丝马迹 但资深法医萧开平 接受平面专访 认为城市3.6公尺处还算合理 最楼姿势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变化 并没有一定的方向 法医观点虽然不一样 但高大成重新探验遗体 发现更多疑点 她是大腿骨折 左大腿骨折 但是她骨折的位置是在中间 不然来说 有意识的最楼 大概骨折的位置 应该是在关节的部分 很少在关节中间 换句话说 高大成认为 杨县少女是无意识墜楼 加上她在墜楼时 手中还握着一把水果刀 更令人不解 他们把刀子去做检查结果 既然在这个刀子 找不到死者的指纹 他们跟我说 那是时间已经过了一天 所以会不会在这一天当中 因为晒太阳 或者是可能有下点小雨 终于把指纹洗掉 但是后来我们去查 好像那一天是没有下雨 如果杨县少女是跳楼轻声 那为何手上会有刀 还是生前曾受到威胁 必须自保吗 刀上的指纹又为何不见 是被人擦拭过后 再塞回她手中吗 这把水果刀 让剪掉将少女手背上 和背上的四条伤痕合理化 法医萧开平认为 手背上的伤是坠楼时 不小心压到 而背后三条伤痕 可能是少女跳楼前背对围墙 不小心自己弄伤 那不是刀痕 那是被人家抓伤的伤痕 手上这里也有一条 也是被抓伤的伤痕 如果是刀伤有一个重点 刀伤的时候 你一划下去 它是一直线 旁边不会起那个 那叫什么 皮线 就是说皮不厚 旁边都会厚皮 表示那个是顿悟气的一种抓伤 所以这两个我就说 真的不是刀伤吗 如果是有人抓伤 是不是表示少女生前 曾和某人发生争执呢 究竟阳性少女指缝 为何会有一男一女的DNA呢 现在既然皮屑已经出来了 她的面前还是有人 还是在死前 还是有跟人家争吵过 那这个人是谁 就是警方的重点 我非常合理的怀疑 这是人家顾不宜症的 姚妈妈心里的疑问 两年来没有断过 表面证据一一浮出台面 不过最让她在意的 还是女儿最后 在电梯前的这一望 杨性少女不寻常举动 让杨妈妈怀疑 就是爱慕女儿的男同学 在跟踪她 莫名其妙找她搭讪 借东西 然后让她不堪其劳 这样子 但家属对男同学的怀疑 都只是推测 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不过调阅警方笔录才发现 男同学的不在场证明 似乎和监视器拍下的画面 有所出入 男同学我记得她在警方那边 做的笔录是说她整天 都已经去学校上课 然后整天不在家 监视器完全没有拍到 她有出去上课的这个部分 然后是一直到下午5点28分 她才走出门来 是男同学说谎吗 为何要制作假笔录 又或者男同学 真的有去上课 但监视器没拍到 谜团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杨信少女是自杀 还是她杀 死因依旧是个问号 现在杨妈妈只希望 检掉重启调查后 将存在水底的真相 一一找出 离奇命案 只要场景跟电梯 楼梯有关的 就很容易被人联想起 兰可尔命案 事实上 自从2013年1月之后 有几件离奇失踪事件或命案 都会被冠上 兰可尔事件翻版 兰可尔是谁 他碰上了什么事情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带您回顾这起离奇 诡异又有点惊悚的案子 欢迎回到新闻大解密 自从2013年1月之后 只要是发生在 电梯里头离奇事件 都会被冠上 兰可尔事件翻版 这个词 我们接着就带您来回顾 这一起发生在 美国洛杉矶的兰可尔命案 起初就是因为 加拿大籍的华人女子 兰可尔失踪了 酒店的电梯监视器 拍到一段奇怪的影片 引发全球讨论 因为兰可尔一进到电梯 他就害怕地按下每个楼层 甚至四进四出电梯 还做出扭曲手指 等等的怪异动作 最后人就消失在画面当中 很多看过影片的网友质疑 为什么电梯门迟迟不关上 兰可尔好像在躲人 他在躲谁呢 相隔20天 兰可尔被找到了 却是溺毙在酒店顶楼的水塔里 整体事件就更加的诡异 虽然警方后来是以意外结案 但是太多无法解释的疑点 就连赫赫有名的洛杉矶警方都说 这是一起奇怪的案子 这是警方公布他身前最后的画面 兰可尔被拍到在这个电梯里头 好像在躲人 一会儿又走出去 加拿大籍华人女子 一戏间登上全球各大媒体 兰可尔这个名字 瞬间成了诡异的代名词 离其故事还被拍成为电影 21岁的兰可尔为自己安排了一趟洛杉矶之旅 在2013年1月入住赛希尔酒店 但酒店却把人给弄丢了 只留下这段监视器画面 画面中兰可尔反复进出电梯 并且在走廊上匕首画脚 仿佛在跟空气对话 手部还不时做出夸张的扭曲姿势 一进入电梯 兰可尔就像调皮的孩子 按下每层楼的电梯按钮 下一秒又像在玩躲猫猫 探头左看右看 快速缩回电梯 但这个画面就奇怪了 兰可尔一脸惊恐 紧紧贴住电梯躲在角落 双手用力互抓紧握 是什么现象 或是谁让他这么害怕 他也会呼叫呼喊 但是显然又没有 他只是惊悚害怕而已 想要逃离现场的感觉 发现他有些的行为跟举止 是真的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 就在兰可尔三进三出电梯后 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 双手抱头高举 贪婪扶着电梯门 再按了一次各楼层电梯 如果他是被人家追杀的时候 一个正常人的 他就赶快按一楼 或者赶快大叫 然后电梯让他关起来 他为什么电梯按了好几层楼 有人在追 那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能够下去就好 整理的一下头发也整理思绪 在踏出电梯时 兰可尔显得冷静许多 却更添诡异气息 站在画面左边匕首画脚 好像在跟谁说话 僵硬的动作 不协调的律动 兰可尔到底怎么了 你会发现他的脚跟手 已经开始变扭曲了 我们那个就是一般很难想象说 那不符合人体的工学的那个道理 下一秒 兰可尔消失在画面中 电梯门慢慢关了起来 但刚刚将近三分钟 电梯门怎么都没有关 兰可尔进出几次的 这样的一个电梯门口 电梯都没有关的 复杂的情绪转换 怪异的行为举止 又多了一个迟迟不关的电梯 到底该怎么解释 全球网友化身侦探 寻找答案 监视机拍到 兰可尔进到电梯里头之后 很紧张很害怕 按下每一层楼的楼层 但是说也奇怪 这电梯门长达三分钟 他说不关就不关 所有看过影片的人 都试图用各种方式来解开谜团 在国外甚至还有大胆的民众 直接住进了赛希尔饭店来找答案 而他们发现 兰可尔最后疑似按下的 就是这一颗 每个电梯都会有的 延长键 慢动作再看一次 兰可尔疑似按下 延长关门的后键 电梯门还动了一下 诡异的电梯门 似乎有了科学解释 但画面中没拍到的兰可尔 去了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失踪呢 华人女子在洛杉矶失踪 案子讨论度再高 时间久了总会被淡忘 直到这天 酒店房客提出疑问 案情有了意外发展 住饭店的李克反映说 这个水怪怪的 好像有点味道 同时水压不够 实在太吓人了 水塔里竟然有具尸体 他是谁 这些服饰是全裸的 而且是头下脚上 那么将把这个尸体 捞起来的赫然的发现 经过检验 竟然就是失踪了 二十几天的兰可尔 兰可尔找到了 却带来更多谜团 他怎么会在水塔里 而且还全身赤裸 是自杀还是他杀 洛杉矶警方封锁现场 全面搜索彩阵 光是城市的地点 就够让人匪夷所思 那最重要是那个水塔 请问那个水塔高200多公分 将近快三公尺 对不对 那你三公尺的时候 一个女孩子要爬上去 而且又没有衣服 水塔旁有水管 有没有可能攀爬水管上去 就算你攀爬水管 也应该有这个攀爬的人机 有指纹 或者是破坏当地的那个灰尘 如果说人要再经过这个地方的话 他大概会走什么样的一个路径 这个大概都会先去模拟 外在顶楼的水塔 就算他打扫再过勤奋 他还是会留下一点灰尘 但是南可从15楼到水塔 整个路线当中 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 就好像他是腾空飞进水塔里头 究竟是现场机证被破坏 还是警方的见识出了问题 又或者是警方没有公布完整的讯息 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手印脚印 可能是时间久了 被风吹日晒的灰尘掩盖 但俯瞰南可尔城市的地方 水塔孔这么小 人要怎么进去 更何况水塔还上了锁 那最主要是那个孔蛮小的 那孔蛮小请问 如果是他杀 要把一个人杀 还需要这么大备周章 扛啊扛的扛的 然后上了三楼 然后从水塔里面丢下去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裸体 爬上那个水管 然后再钻 把打开那个锁 破坏那个锁 钻进去 在城市处找不到蛛丝马迹 警方扩大追查 越查越嫌疑 通往酒店楼顶的门 是锁起来的 那南可尔怎么进去 破坏这个锁的同时 会触动警银 我们刚才提到 就算它破坏了 第一个它没有破坏痕迹 第二个 就算它去触动那个地方 也会马上有 所谓的警银的响射 除了怪异的电梯影片 监视器画面 再也没有出现 南可尔的身影 那你不可能凭空的说 这个每一个门 都关得很紧 关得很好 然后呢 他人突然就飞进去了 这是不可能的 陆住过赛希尔酒店的 房客透露 通往楼顶的通道 不止警方查到了两个 既熟悉酒店的位置 可能又有门跟水塔的钥匙 有可能是酒店员工吗 他的房间也要去查 查他房间 有没有他人进去过 那这些他人 可不可能跟那个案子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 基本上也要全面的做财政 警方过滤所有人 通通排除嫌疑 而且如果是凶杀 气湿水塔 手法很容易露出破绽 如果他是要一个凶手带行凶 要轨迹灭视的话 按理说是不应该丢在 这个所谓的水塔里面 因为你尸体会肿胀 那肿胀以后 大概两三天 你那个水开始就有味道了 那味道是不是很快被发现 排除他杀可能 警方朝自杀意外方向侦办 经历漫长的六个多月 验尸报告终于出炉 蓝壳身上没有明显创伤 体内也没有任何致命化学物质 警方后来根据兰可儿的病史 认定是躁郁症发作 量成溺弊意外 其实利用科学 很难解释的一些现象 是有可能存在的 可是你在追根究底 事实上还是有其他造就 造成这样的现象的可能性 案子宣告结案 过程中的诸多疑点 却得不到解答 不能完全归咎 没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或许拼图中关键的那一角 就遗留在塞希尔饭店的某个角落 南可儿命案之所以被蒙上神秘的色彩 除了监视器画面非常诡异之外 还有案发地点 洛杉矶的塞希尔酒店 超过80年历史 却被称为被诅咒的酒店 这里头住过连续杀人魔 有很多投诉者 莫名其妙跳楼轻声 还有著名的女演员肖特命案 就是黑色大理花悬案 肖特最后先生的地方 也是塞希尔酒店 休息一下 来看这个神秘的酒店 南可儿命案之所以蒙上神秘的色彩 除了诡异的电梯影片 还有疑点重重的城市地点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丧命的饭店塞希尔酒店 这是一间超过80年历史的酒店 曾经是洛杉矶地标性的建筑 有过辉煌历史 但后来它被称为是被诅咒的酒店 1985年以及1991年 这里住过两个连续杀人魔 甚至有很多投诉者 莫名地跳楼轻声 在著名的就是1947年 好莱坞女演员伊丽莎白肖特 遭人分尸 丢弃路旁 死状相当凄惨 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无法侦破 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黑色大理花悬案 据传伊丽莎白肖特死前 就是住在塞希尔酒店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塞希尔酒店 拥有80多年将近90年的历史 气派大厅看起来光线亮丽 却被英国广播公司票选为 全球十二大名义饭店之一 电影黑色大理花悬案 真人真事改编 死者伊丽莎白肖特 1947年遭到惨绝缘缓的手段分尸 警方花了三年调查 过滤与死者相关的上千元 但案子至今仍旧悬而未破 那这个女性演员 其实她本身的私生活 就非常的不间谍 据说这个女性 她最后的投诉是在这个饭店 而且她的死状非常长 就是说被分撕 M&D Elizabeth 搭上被封为二战过后 美国加州史上最骇人天文的命案 塞希尔酒店知名度大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是臭名远播 在这个被害者的身上 都会画一个 到五星起 到五星的一个标志 那这个标志 就是一个魔鬼沙旦的标志 所以它有个外号 叫沙旦的信徒 1985年 连环杀手拉米瑞兹 就住在赛希尔酒店14楼 绰号夜间跟踪者 恶魔的门徒 连小女孩也不放过 身上背了几条人命 难以估算 或许是价格低廉 一人一晚住宿费换算下来 不到1000元台币 1991年 恶名昭彰的恩特维格 连续残杀九名受害者 被逮时也投诉在赛希尔酒店 也许是穿着附会 让赛希尔酒店变得鬼隐床床 但南可尔命案 恰巧又发生在这儿 诡诀传闻再添一桩 也许是穿着附会 让赛希尔酒店变得鬼隐床床 但南可尔命案 恰巧又发生在这儿 归绝传闻再添一桩 纵使赛希尔酒店声明狼藉 还是会有旅客 冲着他现在相对低点的收费而入住 当初南可尔事件 就有人为了找寻线索而投诉在这儿 也因为这样 赛希尔酒店的故事 并没有随着南可尔事件 消失在时间的洪流当中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回顾的案件有些共通点 三个案子都有监视器画面 拍到死者的最后身影 但是他们三个人在画面中 都呈现出不寻常的举止 南可在电梯里头进进出出 看似在自言自语 又好像真的有人在跟他对话 桃园的阳性女学生 在回家路上几次的回头 很像被人跟踪 在酒店工作的余姓女子 家属也怀疑是被别人叫到楼梯间 才会发生坠楼事件 如此听来 好像有人为的可能 但是警方调查激政 就是毒缺这一块 也因此侦办的方向 无法明确地朝他杀来发展 还有一个最大共通点 他们三位都是落单女性 所以又多了一层被害的潜在风险 如果在冥冥之中 自有一股力量 希望可以尽快让案件 真相大白 家属心中的负担 才能够放下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大解密 我是王宇宙燕 请继续锁定 带您揭开密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